就是比500万以内最好的SUV 最好的一台车 好家伙 现在这年头 不光广告法行动许设 各大CEO这个营销话术 也像过家家一样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未排阑珊 到底能不能打得过理想L8 首先我们选定的是阑珊的顶配车型 L8则选择的是艾尔版 要不然价格相差太大 有点欺负人了是不是 第一受价 虽然阑珊已经上到顶配 但是售价依然比理想L8的二版 逼出了3.1万元 那便宜没好货吗 大家接着往下看吧 第二空间 未排阑珊除了车宽 小于理想L8以外 车长轴距车高 均大于理想L8 同为三排六座车型 内部空间数有数略 一目了然 未排阑珊胜 第三续航 未排阑珊油箱更大 电池容量也更大 无论是纯电续航 又或者是松合续航 都是未排阑珊更优异的 第四动力 未排阑珊属于插毁 综合功力更大 零百加速呢 4.9秒 数据上也更佳 有人说零百加速没用 但是高速上如果有突发情况 这个冰冷的数字 可以救你的命 再说 离想L8是增长式 规电模式下 这个零百加速 肯定达不到5.5秒 而未排阑珊 两档GST的天然优势呢 规电状态下 零百加速 肯定也能更胜更长 并且未排阑珊可以加92号起 百公里亏电状态下 油耗6.7升 理想L8则需要加95号起 百公里亏电油耗7.7升 两项比较之下 电池更大 亏电油耗更低的未排阑珊 在日后使用成本上 就会比理想L8省价不了钱 第五 配置 达到30万这个级别 两车的配置几乎都拉满了 但是毕竟李总 虽然配置表知道 还是多了几项比较实用的配置 比如说 哨兵模式 悬架有人调节 至于辅助驾驶能力嘛 理想毕竟在这一部分 也不是强项 咱就忽略不去 未排阑珊的一个小亮点 就是后排多了小桌板 在武艺出行 我是发现了 这个东西挺香的 高速堵车状态下 泡个泡面 咱就不用端着吃了 第六 内饰 两车最大的不同 就是理想L8的预料盘 是机身在方案团上的 未排阑珊的则相对传统一样 三天平的设计 并且找到了部分的实地按键 空调按键 这也十分方便盲操 这对于不能接受 方案盘前面空空如也的朋友 是一大福音啊 最后我认为 虽然长城用咖啡 蓝珊这个名字 来命名有点诡异 但是产品也还是不错的 售价低烟续航以及动力 都有优势 更具性价比 而理想而巴 中大型SUV消灌这个名头 你们认为还能持续多久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机先生观点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